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产出的粮食有三到四成不会进到消费者肚子里 不是在收成后货运输过程中损坏 就是被店家汗消费者丢掉 超市在食物上标注最佳赏味期 销售期限 使用期限 这些日期密码经常让人不洒洒 只要一到期二话不说 直接扔进垃圾桶实在很浪费 东西过期到底还可不可以吃 其实过期未必等于坏掉 丹麦哥本哈根甚至开设了全球第一家专卖过期食品的超市 商品价格比一般市价低了三到五成 生意强强棍 抢救圣食大作战 大家一起来 专家出马教你判断三原则 用鼻子闻 用眼睛看 甚至用舌尖尝一下 消费者不必陷入食物到期日的迷思 美国食品网站 Food Network也列出了十种即使过期也能吃的食物 罐头食品到期后还是可以观察一下 在干爽环境下储存 若是罐头外表没有凹痕生锈或液体外漏 过期之后应该还是可以食用 干燥的面条不易变质 一旦过了有效期 只要没闻到腐臭味可以安心食用 没有开封的玉米骨片 即使效期过了六个月还是可以吃 饼干还没变得粉碎或是出现油耗味 可以无必担心 至于干烙只要切除发霉部分 就算过期一个月也应该可以下肚 以泡水来判别鸡蛋新鲜与否 沉下去确定可以食用 浮在水蜜上就得小心 蔬菜方面要是叶子枯萎切掉即可 若是根筋腐烂那就丢了吧 面包放到冰箱里冷冻 过了期限还是能保鲜 低温可以防止食物变质 保存良好的冷冻食品可以延长有效期限 快过期的奶油不妨丢进冷冻库里 只是可别一冰就冰到天长地久 忘了它们的存在 如果说到食物对现在的人来说 要加热食物最方便的就是用微波炉了 但是英国学者警告 用微波炉加热可能会让你吃出病来 最主要的原因是微波炉并不能够均匀加热 有时候外层是热的 但是里头还是冷的 这样反而容易让细菌滋生 此外有一些食材并不适合加热 用错误的方式加热会更不健康 吃不完的食物外带回家 或是把剩菜饭拿来带便当 用微波炉加热只要几分钟又是一餐 这些食物表面上看起来 和上一餐一模一样 但实际上可能已经充满病菌 每个人的眼睛比肩膩更大 在买饭 这就会成为好几分剩 留下来的几分剩 但为了多长时间 不需要安全地留下室温度 但据到美国的美国 餐饭应该不得留下室温度 多长时间 这点以后 病菌的病菌的肌肉 可以每15至20分钟 像是常被拿来加热的披萨 表面上布满了细菌 但肉眼看不见就以为没关系 另外像是米饭 因为容易滋生仙人长感菌 若是用微波炉加热 温度不够高的时候 就容易吃出问题 专家建议如果非得用微波炉加热 应该要到摄氏82度以上 才能有效杀死有害病菌 而且在微波的过程中 也尽量要翻搅食物 不要外热内冷 反而更容易让细菌滋生 另外分清楚食材 适不适合再加热也很重要 包括美国FDA 以及许多组织都表示 许多食物并不适合加热再食用 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鸡肉 其他包括马铃薯 蘑菇 蛋和芹菜都被列为 不一再加热的食物 而且专家也强调吃东西时 要把握两小时原则 趁食物新鲜上桌时赶快享用 如果是已经放在冰箱里冷藏 最长时间不要超过三天 才不会为了填饱肚皮 把一堆病菌吃下肚 TVB新闻综合不得 山寨商品不管怎么抓 还是如雨后春笋一样的 不断出现 根据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OECD统计 全球众多品牌 被山寨最严重的品牌 不是LV 而是运动品牌Nike 而且全球仿冒品的总价值 居然高达4610亿美元 街头小贩卖着山寨的名牌产品 各式各样琳琅满目 甚至还准备好一本目录给你选 这样的景象你应该不陌生 一整排跳楼拍卖家的Nike球鞋 全都是假的 根据经济合作 即发展组织OECD统计 仿冒品在全球的贸易量中 比重就占了2.5% 这些山寨品的总价值高达 4,610亿美元 OECD认为这已经严重伤害各大品牌 其中被访的最多的就是鞋子 而在全球这么多品牌里最惨的受害者就是Nike 其他像是LV 劳力士也都是最容易被仿冒的品牌 在这一份报告里制造仿冒品的最大来源还是在大陆 而当地的山寨更发展出成为一行转门生意 一踏进门什么牌子都有 而且现在在网路上山寨的店家还会害尽品牌的粉丝专业 提供低价的假讯息调消费者上门 除此之外 过去在海关查获的案例中 最夸张的则是被印上仿冒特定商标的香蕉和草莓 OECD也表示 药和化学之品都变成现在的山寨品项 穿假球鞋可能无关健康 但若假药流通世面 恐怕赔上五股消费者性命 TVB新闻综合不到 很多人喜欢到Outlet去捡便宜 有时候一半的价钱就买得到欧美名牌了 不过加拿大媒体用卧底调查的方式 追查Outlet低价的秘密 结果发现就算是同一个品牌 品质却不一定和零售店面相同 欧美品牌下刹五折 有的甚至打三折 看到这种价钱 不买都说不太过去 到了欧美各地观光 很多人都喜欢特地到Outlet逛一圈 价格比起零售店面便宜一大半 再加上各大牌子可以一次买其 就算地点通常远离市中心 民众还是去之若鹜 你认为你会得到一个好处的商品 认为我会得到一个好处的商品 对 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一个好处的商品 尤其是看到店门外的品牌logo 消费者通常不宜有它 都认为店里面卖的 和一般零售店卖的商品是一样的 但真的是如此吗 加拿大媒体就使用隐藏室摄影机 锁定了Coach Kate Spade J.Crew 还有Banana Republic 等四大品牌进行调查 这名女记者分别 分别在Olet和正规的零售店面里头 买了两个看起来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红色包包 拿去给专家鉴定 一是从商品 一是从外面 可以看到差别吗 专家几乎快要把包包整个翻过来 仔细地理理外外检查 不到几分钟就有了答案 这名本身也担任设计师的内行人 一看就是从细节开始下手 另外她也发现在零售店面卖的包包里 有Coach的浮水印记 但在Olet卖的却没有 虽然品牌否认这样的指控 还说Olet和店面卖的 都是最高品质的商品 但像Coach这样子的品牌 不止一个 店员直接走上前推销 虽然话说的是 特别为Olet所贩售的商品 但这话听在专家的耳里 有不同的解释 两件衣服比一比 在里头的清洗标志 和材质标示上 都比外面零售卖得精简许多 而且标签上就大有玄机 小地方都藏着Olet秘密 Olet虽然便宜 但也再次证明了 一分钱一分货 TNV新闻综合不到 英国非营利组织 公布了一项报告 列出了时装产业透明度指数 结果最不愿意 向消费者公开资讯的 全都是奢侈品 精品品牌 像是香奈儿 爱马仕 Prada等等 展出最新设计的顶级精品 华服 肖奈儿发表会 可说是时尚界的重头戏 但在这些美丽的衣服 鞋子 包包背后 可能有消费者 看不到的可怕代价 计划是一个力量 但我们没有知道 谁製造我们的衣服 我们没有知道 我们购买的实质 英国的非营利组织 近年几乎 时尚产业必须改革 从原料到制成 都得更公开透明环保 还宣布了一项 时装产业透明度指数 把全球40大时装品牌 依制造过程的透明程度 分成四级 结果敬培莫做的 全是那些最名贵的 顶级精品 香奈儿 艾玛士 Fendi Prada的透明度 全都低于25% ZARA H&M和Levis 则被列为是 透明度最高的 被点到名的艾玛士 过去就被美国 善待动物组织 列入黑名单 指控品牌滥杀鸵鸟鳄鳄鱼 去年9月 圣代动物组织 更到南非进行调查 来到南非最南端的小城 这里的鸵鸟养殖场 其实也可以说是屠宰场 这些三天长的鸵鸵 将继续变成装饰品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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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衣服 在野生 他们会跟他们母亲 和父亲 为了三年 在营养场上 他们甚至没有 能够见到父亲 在这里养殖的鸵鸟 通常活不过一年 他们从羽毛毛皮到肉 都被当成商品贩卖 羽毛染色后 就是舞台表演者的 蓬蓬毛草装扮 皮则是被制成 各式包包鞋子 他们永远会告诉你 哪里的肌肉 但是我们是 最好的养殖联益 LVMH Hermes 他们不想我们告诉你 但Hermes 肯定是 卧底调查偷拍到的画面 惨不忍睹 像是这样的指控 品牌不愿正面回应 就会影响透明度指数 其他像是Coogee Burberry 同样也被评为不及格 事实上 不管价格高低 全球服饰产业价值 至少一兆美元 产业网络细密交错 要怎么改革 就有人开始提倡道德购物 所谓的道德购物 就是说消费者买东西时 也要考虑到人权 动物权 以及对于制衣工人的回馈 和制成中碳足迹的多寡 以及原料是否为 当地生产等因素 我认为今天 人们想要感到 跟他们买的东西 比较比较比较更多 我认为 我认为服饭特别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情感的 我们在身体上 我们在生活中 毕竟大家都想打扮得 美丽得体 但若是企业和消费者 不改变 时尚产业就难以摆脱 恶性循环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东京新宿有一栋造型 非常特殊的简枝塔 这是日本建筑师 单下献效的成名作 它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 都会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最近在台北东区 也有新作品 用柔和线条 为住户带来 欢迎回家的讯息 如果曾去过东京的新宿 是否会记得这栋 外形独特的建筑 在新宿高楼群中 显得如此不同 这栋被称为 简枝塔的大楼 是日本建筑师 单下献效的成名作 它还因此获得了 安波里斯摩天大楼奖 金奖的肯定 原来简枝塔里头 入住了三所学校 单下献效在作品里 不仅融入了 希望学生破茧而出的期待 独特的立体校园设计 用向天争地 在过度开发的都会区 为空间不足 寻求解答 其实不止学校 单下献效盖商场 創作灵感同样从人出发 在东京一级商圈表餐道上的 这栋商用建筑 以实感作为关键字 在充满现代风格的外观中 这条有着日本传统风格的中央走道 具备了画龙点睛的功效 建筑不仅要融入环境 还要给人温暖的感觉 单下献效在橡树 表餐道这栋建筑里面 是用这个走廊找到了答案 如今在台北 我们也能从信义区的天际线 发现单下建筑 充满人性的设计概念 顶楼的圆弧曲线 打造黄幻造型 用柔和线条给人家的感觉 以转为本从人出发 单下献效正透过他的建筑设计 传递人的重要性 TVBS新闻许国恒国产玉 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我懂 单下献效说 为了能帮客户规划出 最好的使用空间 他得不断地跟他们思考 不断地对话 有时候其实也蛮痛苦的 建筑师的工作 就是一次次和空间的格斗 像个画家大笔一挥 绘出建筑物的雏形 也像个空间的魔术师 在轻描淡写中 把脑中的灵感 画为具体设计 不断思考 不断想象 不断脑力激荡 72个小时持续动脑 这是日本建筑师 单下献效的工作哲学 听爸爸的话 让单下献效得以传承 单下建筑的精髓 但除了思考 单下献效说 不断找人对话 设定一条 灵感的来源 就算是和自己的徒弟 单下献效 也没放弃 讨论了机会 举手投足之间 总是那么风度翩翩 但对单下来说 建筑却是痛苦的职业 尽管如此 单下还是热爱建筑的一切 当把自己的设计图 组建成模型 他会全方位检查 就怕哪里思考的 不够周全 感受空间 不断思考 积极对话 这就是单下建筑的DNA TV约新闻 许光荣 顾沉玉 在日本东京的 采访我走